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是保罗书信惯用的问候语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 神是慈悲安慰的父神呢 因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朝各样患难的人 神是慈悲安慰的神 要来帮助一切在患难里面的人 而当这些被神的安慰 扶持鼓励之后的人 他要记得用神给我们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仍然还在患难里面的人 我想这是我们经历过患难 也同时经历过被神从患难中安慰鼓励的人 心里面很大的阿们 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专靠基督多得安慰 这边保罗进一步提到基督的苦楚 而且是多多的来承受基督的苦楚 我们就去思想 生命中会遇到苦难 会遇到患难辛苦 但有时候有一些患难辛苦 并不是基督的苦楚 不是我们为了坚持 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 而所遭遇到的不方便 被误解 或是困难 甚至逼迫跟重伤伤害 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私欲 或是软弱犯罪 或是别人的私欲 软弱犯罪 而使我们陷入困难里面 甚至是患难里面 那这就不是基督的苦楚 但我们这每一个蒙恩的人 都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以前生命 本来是要灭亡的人 所承受的许多的患难 许多的痛苦 根本不是基督的苦楚 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或是我们信主之后 有时候因为一时的软弱 跌倒 我们那个的确不是基督的苦楚 是自己软弱的苦楚 这样子也不要就绝望了 过去神既然能够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祂就把基督的安慰 主动的给予我们 我们今天就算你今天 不是为基督而受苦 是因为自己软弱而受苦 你应该要回过头来 来寻找神 因为祂仍然要慈悲怜悯的 把基督的安慰跟我们分享 第六节 我们受患难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 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保罗看自己为了基督 为了福音 为了教会的缘故所受的苦楚 跟所得的安慰 保罗看这两样都非常有价值 因为他知道他这些受苦 跟得安慰的经历 要大大的帮助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如果 也是跟基督一同团契的人 他们也会有份于 基督为福音而受的苦楚 同样的 他们也会有份于 基督因为福音所受的苦楚 而得到的神的安慰 第七节 我们为你们所存这样的盼望 是确定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保罗深信 他们是可以怎么样 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同这个字 让我们回想到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 一章九节 说我们这被蒙召的人 从世界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是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一同得分 我们中文最熟悉的翻译就是 团契 原文的意思 就是共同拥有者 共同分享者 共同拥有 共同分享 那在这边 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 同受苦楚 跟同得安慰的同 这是 他的意思就是 共同拥有者 共同团契者 共同分享者 因此呢 保罗就是用团契的观念 来跟哥林多教会 弟兄姐妹分享 苦难跟安慰 我们既然是与 耶稣基督 一同领受 他的苦难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我们就必跟耶稣基督 一同团契 而一同分享 父神给耶稣基督的安慰 耶稣基督会把这样的安慰 也分享给我们 而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安慰 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就算他 其他弟兄姐妹 或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现在所受的患难跟苦楚 并不是 因为基督福音的缘故 所受的基督的苦楚 但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都知道 是神先主动来爱我们 是基督先主动来跟我们团契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愿意主动来找我们 跟我们团契 所以虽然我们很可能 所受的苦 不是基督为福音所受的苦楚 但基督很乐意跟我们团契 分享他从神所得到的 神来的安慰 而当我们得着这样的一种基督 主动来跟我们团契 主动来爱我们的这一种安慰的时候 我们在那时候就会相信 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受的苦楚 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苦楚 担当我们犯罪 所造成的苦楚 担当别人犯罪 所对我们造成的苦楚 这些基督帮我们担当去了 成为他的苦楚 这样子我们就把整个基督的苦楚 跟基督的安慰 就这样串联起来 第八节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保罗就举一个例子 他相信也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 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是以前在亚西亚省的时候 保罗为福音的缘故 为基督的缘故 遭遇到极大的逼迫 患乱 甚至他认为自己都死定了 要留意 保罗并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软弱 而遭受苦楚 他是为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受苦 他应该早就有心理预备 早就知道一定很困难 可是再多的心理预备 都不足以担当承受 后来实际所面临的困难 辛苦压力的时候 连保罗也会没有办法 保罗在那时候 只能怎么样 谦谦卑卑的 怎么样 不靠自己 保罗说什么 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原文没有现在两个字 所以他仍然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示范 保罗说连我像我这样 长期知道我是为了基督的福音 在受苦付代价的人 我是很有心理预备 可以为主承受 可是当我曾经遇过压力 逼迫患难挫折失败 大到一个地步 连我自己都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被提醒 我不能靠自己 我要与耶稣基督团契 我要靠耶稣基督 把他的安慰分享给我 把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大能大力也分享给我 这才是得胜的秘诀 第十一节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可以来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的祈祷 所得着的恩典 保罗最后提醒我们 我们不仅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团契 我们也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团契 因此我所受到的患难 以及患难之后的安慰 都可以转换成帮助其他弟兄姐妹 生命得以成长生命可以突破的一个 美好的贡献 同样如果有其他弟兄姐妹 也正在面临基督的苦楚跟患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他就是用祷告来支持他 我们最后就会一起 跟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安慰 就一起向神谢恩 这就是一个团契的美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主动来跟我们团契 你不仅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 你主动的跟我们分享 你的一切的恩赐能力才干 你也在哥林多后书一章这边鼓励我们 勇敢的与你承受 为了福音的缘故 会遭遇的辛苦苦楚跟患难 主啊我们既然与你同受苦楚 也必与你同得安慰 并且要把我们所得的安慰 去兼顾去鼓励 其他正面临信仰挑战的人 甚至他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而遭受苦楚的人 也可以因为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鼓励 而让他转向基督 领受基督的安慰 他就经历了他的苦楚 变成基督的苦楚 带来基督的安慰 谢谢主乐意这样跟我们团契 有你真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